各位亲爱的观众早安 欢迎收看经纬点评 我是David 郑经纬 非常高兴我们在空中今天见面了 时间过得非常快 今天已经到了周五 当然话讲回来 实际上我们看到就在昨天 对不对 就在昨天中国解放军的军演开始进行了 那当然在当地的 等于算是北京时间下午的四点之前 大概从1点56分到4点之间 总共解放军发射了11枚东风15 涉及到预定的演习区域 当然更厉害的是有4枚通过台湾的上空 这个可以算是一场空前的军演 这个绝对是大概从49年以来 绝对没有如此姿态 如此之大的一场军演 这个是非常的罕见 真的是非常的震撼了 但实际上各位注意到没有 大概经过那么 这个等于是过了快要大半天了 从昨天下午到现在天亮了 各位看看美方的反应 对不对 世界各国的反应 甚至连台湾的反应 为什么大家如此都没有声音 中间的微妙啊 这个点滴啊 在心头啊 每个有每个人想法了啊 好那当然来讲呢 这个始作俑者佩洛西啊 昨天晚上呢 在当地时间的9点52分 到了日本啊 恒田空军基地降落了啊 今天呢 大概现在节目播出时候 大概是日本时间早上8点嘛 对不对 那待会要去跟岸田啊 见面了 见完面之后呢 就结束了这趟啊 亚洲之旅啊 真是啊 这个 历史上啊 真的是非常关键的一次旅行啊 改变了世界 改变了许多啊 改变了一切 好了 那当然在这个众多的演习科目当中呢 昨天啊 第一场大秀 就是这个飞弹啊 试射 那再来今天啊 各位注意到 再来可能要上场的 没有整个结束了啊 还没啊 还早啊 再来就是要什么 这个空军的部分啊 开始 昨天是有了 已经呢 有上百架次的这个军机啊 开始要飞了啊 那今天的科目啊 大概有几个要上场的是空军 还有什么 航母 对 没错 航母要出来了啊 那这个当然嘛 大家要轮流上场 要走一遍啊 因为演习对部队来讲啊 似同作战 真的是似同作战 尤其是这种大型的军演 他绝对不是一个 小单位 比如说一个营级的 或是一个师级的军演 他是整个军区啊 动起来 对不对 那东部战区呢 你想想看 他那个相关的部队单位 有多少 这个从指挥员下达命令 开始 大家各就各位 什么一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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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因为有一些是可能你看得到 有些是你看不到的啊 那当然呢 对于这个所谓的军队啊 跟士兵来说 这个平常再多的训练 最终都要干嘛 一定要面对 作战的时候 要有一定的能力 能够展示出来 好 昨天呢 就是一个算是 最最佳的一个操练机会啊 因为在当时的状况 各种条件之下啊 发布了这次军演 而且范围是非常大 而且在 基本上离开了陆地啊 大部分的军演都在陆地上 海军跟空军的军演呢 就规模就比较小 陆军可以在地上嘛 对不对 到这个啊 这个比如说演习场啊 什么去进行大规模的军演 但陆军海军啊 就不同了 海军呢 在海外 你很难调那么多船舰出去 空军也是 对不对 所以呢 在这次演习当中啊 再来的今天跟明天 还有后天吧 大概到8号 基本上呢 这个都要出来的哈 到更大规模的进行演习 但是昨天 我们来讲讲 昨天啊 首先我们就 这次演习的技术层面来看啊 再待会再谈谈对局势的影响 这一次的东风15啊 实际上 大家都觉得这个东风家族啊 那么多 对不对 解放军这一次为什么挑东风15 这有学问的 对不对 不是说其他的飞弹 怎么样怎么样 是看任务需要 使用不同的武器 啊 那这次东风15呢 实际上 不是第一次上场啊 在1995 96年呢 台海危机的时候啊 实际上 当时啊 已经 设了10枚哦 它的分批设 有一批在95年 96年又设了一次啊 大概分头南北 什么样 总共设了10枚 当时啊 是非常的震撼 对不对 大家觉得说 哇 那时候台海危机 你想想看 95 96年台海危机 当时的美国的态度 两个航母战斗群 对不对 拉在那里 准备跟解放军要打了 但是那个时候的背景 我们曾经讲过是 美国是要牵制中国吗 故意把台湾牌打得特别高 李登辉访美啊 开始中国试射 但那之后啊 射完飞弹之后 是实际上 双方是剑拔弩张啊 台湾海峡的这个战争啊 那种升温到几乎是 临界点 那当然呢 双方后来 当然解放军这边 大家都克制了 就那个事情就缓了 就过了 一晃那么久 那这次呢 演习上场的 冲的就是佩洛西嘛 对不对 没有佩洛西 解放军不需要搞那么大的 这个阵仗啊 当然甚至有这个 经文点评的观众啊 还挺幽默的 说呢 佩洛西是这个中方啊 卧底的对不对 他终于啊 搞把事情搞大了啊 让这个解放军呢 有机会开始啊 这个施展拳脚 这个当然 这个是笑话了 但实际上看得出来 虽然事隔20多年 那这一次上场的 还是东风15 不代表东风15啊 中国没有别的飞弹 只是东风15呢 从东风15甲 以柄这样一直升级上去啊 而且这一次各位稍稍留意一下 看那个画面 这一次呢 用的应该是东风15啊 乙型的 叫砖地弹头 它上面特别长啊 飞弹弹头部啊 特别长 因为这个东风A啊 它是比较传统的这个弹头啊 大概可以带500公斤的炸药 那当然呢 这个砖地型的也厉害啊 其实东风15你不要看啊 虽然它是在19 大概80年代的时候开始研发 那在研发的过程中呢 后来入列了 大概在1988年入列 它大概1984年的时候啊 就开始研究 那当时中美关系 那可好了 对不对 你看那个84年 洛杉矶奥运会 中国队第一次参加现代奥运 新中国 那种轰动啊 我还记得当年 我在洛杉矶采访 这个1984年啊 这个奥运会 洛杉矶奥运会 哇那时候看到中国队 又来的人又多 对不对 成绩又好啊 什么李宁啊 这个都非常的震撼啊 那中美关系那时候是好到不行 虽然苏联抵制啊 但那时候中苏关系没有那么好嘛 那中美关系很好啊 所以在做飞弹的时候啊 美国呢 就跟中方讲 在这个飞弹研发过程中 基本上你都没有问题了 但是在精准度上 我啊 可以让这个GPS啊 帮你 让你的那个制导 精准度啊 提升 对不对 这样你就打得很准 因为火箭你都会做嘛 打得准 可能是你也要的 因为早年呢 在这个火箭研发上啊 这个精准度啊 常常会误差 甚至上百米啊 如果就核武器来讲 没差啦 对不对 几百米算什么 这方圆几百公里都没了 还能差那几百米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是要打精准的 传统弹头或专地弹头 那专地弹头是后来的啊 这个你一定要打得很准 误差大概就三米五米 还可接受 不能再带大了啊 所以美国那时候呢 据说就提供了GPS的技术啊 让那个东风十五第一代 就装在上面啦 就因为美国这个GPS啊 它基本上有两种版本 有军用版跟民用版 对不对 那美国那时候就说啊 这个军用版跟民用版中间 还有那种什么 稍稍有一点那个升级版啊 那美国军方到现在全部用的都是军用版 那个精密度是非常小啊 人家说甚至几公分的距离啊 精准度那么高 那当然呢 他当时要授权给中国用这些参数是升级版啊 就说你这样打得准 因为美国那时候希望呢 中国做很多东风十五 通通部署在中苏边界 对不对 去打苏联啊 帮美国人打啊 所以我给你精准一点 你打那个苏联人的时候呢 就打中了 反正呢 这个我技术很简单嘛 我授权开了那个 你就可以用嘛 对不对 好 中国在大戈壁啊 试射了几次 都很成功 准确度很高 所以在1988年的时候呢 就开始就下部队啊 这个东风十五就出来了 因为东风十五跟过去中国的传统火箭 最不一样的地方啊 它是固态燃料 中国早年在研发火箭的时候啊 都是液态燃料 那液态燃料呢 固然没有错 推力大啊 这个什么都好啊 但是有一个缺点 机动性差 因为如果你要 这个发射之前啊 液态 你才开始灌嘛 对不对 灌那些氧啊 什么燃料往里面灌 对不对 灌的时间大概 最快要半个钟 一个钟头 可能都需要 对不对 灌好了都没有问题了 你一步一步都要来啊 然后呢 才可能点火升空 但打仗的时候 这个不现实嘛 对不对 时间不能等你 那第二 机动性很差 你一定要有那些 灌的设备啊 所以火箭呢 它不能满街跑 所以在那个时候 中国就开始想 一定要做一种固态的 中短层火箭 车载 机动性大 我带着跑 对不对 而且随时发射 我马上就位 十分钟 几分钟之内 我就雷达打开什么 全部设定好 啪就发上去了 对不对 你这个机动性大 阵地转移啊 不会被锁死 那你的这个 存活率就高嘛 敌人你还没发射 敌人都把你给灭了 所以那时候 中国就研究固体火箭 固体燃料在火箭当中呢 它不是所有的燃料混合好 通通塞进去啊 不是不是 它要分段的 比如说初段的 烧的那个推力 跟中段的 跟后段的 那不一样啊 这个这个是很有学问 而且呢 你混合好这个分段的 固体燃料之后啊 你还要保证 它能长期储存 不会坏啊 对不对 你下次点火的时候 它要嘶一直烧上去 它不能像我们 过年很多人放过鞭炮嘛 对不对 也有那种哑蛋啊 就是点了 嗯 隐性烧完了 它没炸 对不对 有这种固壮 那固体燃料的火箭呢 它也要有这种就是很稳定 你放个十年八年 十五年 再点它 一样烧 就往上跑 你这火箭 咻就出去了 所以这个部分呢 中国也已经突破了 就做出来了 那当然呢 刚刚讲就是加上美国的制导 东风十五啊 就腾空出世啊 就开始了 那当然那是1988年了 那中美关系还不错嘛 到了90年苏联瓦解 我们就讲嘛 美国的外交战场上的战略就开始改变了嘛 对不对 所以美国当时克林顿上台之后呢 到了95年 李登辉访美 各位算那个时间点 他都有节奏的 好到了这个96年 这个9596 这个飞弹危机的时候 中国就把当时啊 这个中短城 刚刚如脸没几年都 这个东风十五派上用场 射了 但当时啊 还考虑到避免危机升高 但事后了 这个确定当时是没有携带弹头 就是空空的 等于打空包弹 没有爆炸 也没核弹头 也没钻地弹头 就是我发射了 我只是落在这里 告诉你 我有这个能力 我有没有装弹头而已 就这样哈 好 那当然呢 这个事情的发展 看得出来呢 中国在火箭的发展上 就觉得非常的重要 就开始大力发展 整个东风系列了 对不对 那当然呢 在这个过程中 实际上在96年发射的时候 据说当时要发12枚 但是其中有两枚啊 因为美国把这个GPS啊 突然关掉 这个飞弹的制导啊 就出现了偏差 没有打成功 没有打到目标区 就偏理了 打到这个原来预定射击的 就像这一次 他会画一个方阵一样 对不对 他就没有落在里面 落在外面 中国人自己知道 因为依赖美国的GPS 他关掉GPS 你飞弹顿时之间啊 突然眼睛被蒙了一样 你就不知道怎么跑 对不对 你再跑白米 突然眼睛把你蒙了 你就跑偏了 就那个味道 另外10枚是进去啊 但有两枚 中国很清楚 被关掉GPS 所以打不准 好 那那是 在更早之前啊 那是大概是95年的事 实际上在各位回忆一下 在1993年的时候 当时呢 有一艘货轮 叫银河号 从中国离开 往伊朗吧去 美国突然就说啊 这艘船上 载有制造化学武器的原料 命令这艘船啊 要停船检查 那当然 这个在这中方的立场 这是中国的一个货轮嘛 对不对 你凭什么在公海 上船去检查我 说我有携带 这些什么 制造化学武器的原料 好了 那当然呢 中方没理啊 顿时之间呢 这艘船啊 马上就停在大海中 不动了 美国就登舰检查 为什么 他把这个船的导航GPS 关掉了 关掉以后 茫茫大海 对不对 这个船长 也开不了了 对不对 你不能硬走 不就是要撞礁石啊 或什么 走到那个 有问题的危险地方 所以只能乖乖停在那里 美国登舰检查 中国在这两次事情之后 93年 还有这个就是96年 中国知道 依赖GPS啊 将来没有前途 因为GPS在那个时代开始 越来越重要 那时候还没有到所谓的 什么 什么汽车导航啊 什么 还没那么普遍 但是在 未来 中国已经看到 这种全球定位系统 非常重要 因为 其实现在来讲啊 美国的战机 军舰 甚至 美国的士兵 坦克车 美国所有的制导炸弹 美国的飞弹 如果真的没有GPS 全部 马上功能下降 90% 就懵了嘛 都只是都废铁了 都没有用了 所以GPS全球定位 那么重要的情况之下 中国开始了 北斗卫星计划 北斗卫星计划是一个 巨大的挑战 简单的讲 就在地球上 打一堆卫星 全球定位嘛 对不对 然后呢 你在地面 随时你可以知道 你的精度 纬度 你在什么地方 不能依赖美国人的时候 怎么办 自己做 北斗卫星系统 好 平良心讲 从大概96年开始 之后就一直研发 一直做 一直做 因为你要打 不停打卫星上去啊 对不对 那个需要时间 技术 金钱 各方面 对不对 财力 物力 人力 一样都少不了 就经过多年的累积啊 这个北斗卫星系统 大概差不多在2012年的时候 实际上已经有规模 到2020年的时候 应该是非常的稳定 就是两年多前啊 已经是 应该可以讲是 达到这个标准 已经完成了啊 那军用级别的 商用级别的都出来了啊 那当然对于中国依赖 GPS这件事情呢 就可以不要再依赖了啊 所以各位注意到 这一次呢 打这个东风15啊 有几个作用 对不对 第一 当然呢 是最主要啊 这个这次演习 其实 我觉得是 演给美国人看 一定要告诉美国人 我中国的军事力量 现在在什么地方 对不对 我光是船下水 啊 或是我这个小型的军演 你当我 没有实力 对不对 我展现一次我的肌肉在哪里 佩洛西走了 对不对 免得佩洛西在的时候 到时候绕一个把柄 万一不小心怎么样 把他吓坏了 好 等他走了 对不对 远一点 我们开始军演 吓不到他嘛 那他身体以后 万一什么不舒服 与我无关啊 好 那开始军演 昨天呢 第一场大戏 就是设了11枚 东风15 带的是砖地弹头 砖地弹头的概念呢 实际上是 可以打穿地下沿体 这个看起来是呢 有四枚嘛 经过台湾的 等于上空 打到台东的区块去了 那北南也都有 各有落 落到北边南边都有 还有东部地区 落下去 东部 东岸的那个 就是经过台湾上空 落下去的 最重要干嘛 这个当然你说 对付台湾啊 对不对 这个打台湾的这个掩体啊 但美国在冲城 对不对 也有很多军事基地啊 通通在地底下 就连这个乌山啊 我们讲佩洛西刚刚 这个 昨天啊 那个去了那个美 韩国的美国乌山空军基地 拜托啊 那个地底下也是一个巨大的指挥中心啊 都要靠这种砖地弹 他打进去啊 他有他那个弹头可以 砖到地底下以后再爆炸 那种威力啊 砖进去 那就代表什么 他末端的速度 要非常快 对不对 用那个他的那种撞击力量 整个打进去之后呢 在里面爆炸 那个当然这个都是 跟火箭推送 这个整个都是固体燃料的学问就在这 好 那当然最重要 告诉美国 这次演习 虽然我打的是台湾的东岸 但实际上我也可以打到冲绳 对不对 我可以打到你日本这些基地 我都可以打 日本知不知道 美国知不知道 韩国知不知道 你光看尹熙悦 对不对 打死不见 最后来被人家骂的半死 通个电话 讲了40分钟 英文和韩文那么一番 问候个天气 问候累不累 就没了嘛 那今天岸田要跟他见面 大概岸田大概这时候也捏一把冷汗 对不对 老太太你就快回去吧 你的平安是世界的和平啊 真的是啊 这个这个是闯祸 真的来闯祸 所以看得出来 美国这次呢 已经看到中国解放军 军演的那个力量 那当然呢 美国现在是非常的低调啊 对不对 就都很安静 虽然说呢 我的航母什么 这个战斗群都出来了 那更厉害 美国派了那个叫 飞弹监测舰 就干嘛 看你飞弹 打的是什么 因为呢 他们一直希望等的是啊 不是15 美国一直希望中国打的是东风时期 这个要把你这个 这个弹道参数算出来啊 你的初段 中段 末段 他要算了 结果呢 这个大人中国也知道 这个东风时期啊 高超音速武器 基本上这是手上的一张王牌啊 是不到必要的时候不用 那这一次呢 军演 已经告知了这个 全世界嘛 对不对 好像38个钟头之前呢 中国就宣布了 我要实弹射击啊 对不对 画了六个海域 我就跟你讲哦 这个海域的船间 大家快点走开 免得伤己无辜嘛 我只是演习 我不是打仗啊 打仗我还告诉你 我飞弹落哪里 对不对 不可能了 好 那美国就马上来啊 飞弹监测舰就来了 等 干嘛 收集参数 想说你打个东风时期啊 我就把你底要摸透啊 因为各个国家啊 能公布的武器的参数啊 多有保留 就像你现在看 你到网上去看 东风时期的这些相关资料 很少 很少 没有什么 他不会告诉你 对不对 譬如说这些年 各位注意到 东风时期啊 虽然是80年代研发 但这些年啊 听说一直在做升级版 升级版 升级版 但你光看那个 弹的那个飞弹外体啊 你看不出来什么 对不对 就跟一本导弹一样 但最重要是他的制导 听说这一次啊 这个用了这个北斗 制导之外 还有红外线成像 这样去哦 然后呢 这个中国这边 也要看这个自己的 这个飞导弹嘛 打得准不准嘛 对不对 我也要知道 这个效果怎么样 所以这一次 第一一定要打给美国人看 告诉美国人 中国的能力在哪里 第二 回想一下 那1995年 96年的台海危机的时候呢 当时的中国国家 现在的中国国家领导人啊 习近平 当时在福州啊 当这个省委副书记 当然我想他对于那一次的台海危机啊 他应该是最清楚 因为福州就等于是在这个台湾海峡最近的距离嘛 对于这个两岸之间的问题 他应该很清楚 该怎么去 因为这个毕竟这不是一个军事冲突啊 两岸问题实际上是中美的这个竞争的一个缩影 这个两岸之间的这个军事上早就已经失衡 这不是秘密啊 那当然台湾国防部呢 说很多人就问啊 说这个中国的飞弹呢 从这个台湾上空过 呃台湾花那么多钱买了那个美国爱国者啊 这个飞弹啊 要怎么不去拦截他呢 对不对 结果国防部说啊 因为他飞得很高 对我们没有危险 你看那种这个叫军方说的话 不笑话 真的是笑话 对不对 当然实际上也是爱国者 那个那个价钱啊 据说是东风 一颗东风 一个爱国者 我们这样算 他是他三倍价 爱国者那么贵 台湾说句不好听啊 真的当冤大头 买了一大堆东西都是超级贵的 全世界最贵的军火交易在台湾 好 台湾买了爱国者 买的多不多 也不多 如果照中国现在来看啊 中国的东风15啊 这一款 据说了 当然这个中国官方不会承认 350枚而已了 350枚 全部部署在哪 中国的沿海沿海地区啊 阵地里面 分散嘛 你一定要分散 各个阵地都有 就是万一啊 这个叫做这个 这个 就是万一有这个敌人要登陆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 第一时间在海上就阻止 这次射到台东 还有个含义 最近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前一阵子 美国航母战斗群 就在这个区域军演 言下之意 我现在的啊 这个指战能力啊 这个距离于外啊 我可以有这个几百里的众生的 你不要靠近 更不要说台湾海峡啦 台湾海峡你不敢来 或你敢来 我现在已经都可以打到台东外海 你航母在哪里 各位去看看 上次军演就是这一次 一二三四这个第四个区域 对不对 第四个区域就在台东的外面 这个区域都是美国海军在这边 进行军演的地方 那个叫菲律宾海 它正在下面啊 等于大陆板块的这个边缘啊 从这边海水就变很深 在这边军演呢 潜水艇通通都过来了 因为在靠台湾海峡或大陆的区域这边是 这个等于大陆架 它比较浅嘛 反潜容易被抓到 在这个地方呢 反潜不容易 因为潜水艇可以潜的比较深 好 那当然这次也演给美国看 告诉你 你的航母以后不要在这边啊 扎堆啊 你等着呢 这个要闹事的时候 我就要修理你 像96年95年的时候 航母就停在那个地方啊 对不对 那这一次呢 我就打到这个地方给你看 好 那当然呢 这个演习啊 我们讲经过 不管在这三天四天之后 总有落幕的时候 落幕了啊 总会演完 再来的下一步是怎么样 对不对 再来的下一步是怎么样 因为 两岸之间的军事冲突升高 实际上对中国 对地缘政治 对台湾 大家都没有利 因为理论上 如果两岸之间发生冲突啊 就是典型的代理人战争 美国利用台湾打中国嘛 他没有什么损失啊 他顶多在后面递刀子 来 你上 你上 就那个味道 对不对 所以整个局势看得出来呢 现今啊 演习之后 到了一个什么 降温的时候 中国的这个高层啊 也知道在今年的年底 二十大要上了 西方国家就希望 这时候最好你乱一点 对不对 这个各种状况都出来 什么隆隆的你呢 整个执政上呢 这个领导班子 哎 动摇了 蛮好的吗 对不对 那现在是到了一个降温的时候 我相信 中国领导人也看到啊 这个 该表态的时候 已经表完了啊 再来怎么样降温 因为地缘政治上 如果能够降温 日本韩国啊 会松一口气啊 想说哇 终于啊 这个 这个松一口气了 那当然呢 这次呢 这个 中国的态度呢 我相信美国不是 没有看到啊 表面冷淡 但是呢 这个 心里才想说 哇 这个中国还玩真的哦 不是开玩笑的哦 好 再来很快 马上有两个机会 一个是11月啊 这个在泰国曼谷 APEC 还有这个就是 那是10月 还有一个11月的 在这个亚加达的 这个G20啊 领导人峰会 这两次啊 基本中美领导人 都有受邀 都有受邀啊 左科维多多 前阵子还去了中国 破例哦 中国这两年多来 没有开放哦 接见了左科维多多啊 那习近平还跟他这个 见面啊 谈话 那我想左科也 借着这个机会呢 这个递出了 这个关于G20啊 召开在11月份的邀请 这个这个机会啊 中美领导人 是有一个 见面的时候 因为大国永远是 关键是斗而不破 那我想 这个中美领导人 其实心中也知道 斗而不破 非常的重要 所以在未来的 不管是APEC的高峰会议 或是G20的高峰会议 真的是两个 可能领导人 见面的概率啊 还不低 啊 那当然来讲呢 在这个过程中 中国的态度啊 经过这次演习 比以前你跟美国再怎么讲 他听不进去 对不对 这是演习完了 他就都懂了 一直以来 世界和平呢 才是大家追求的目标 对不对 我相信中国呢 也是希望能够追求 用和平的方式 解决世界上 所存在的问题 全世界许多国家 对中国的挤压呢 已经是有目共睹 那所有的华人呢 更加要努力啊 对不对 大家一起努力 不管在各行各业啊 请让大家把自己的 分裂的事情都能做好 那你国家强大之后 很多这种挤压啦 他欺负啊 自然呢 就会少了 否则的永远啊 就有人会骑在你的头上 对不对 我们一定要努力啊 好 那当然非常感谢呢 这些天呢 这过去这一个礼拜 这个我们在追随佩洛西 这个亚洲之情的时候呢 很多朋友 大家都每天在敬畏点名当中 留下了非常珍贵的留言啊 表达了非常珍贵的意见 那我相信大家都关心国家大事啊 那当然呢 我在未来的经贵点名当中呢 我们会做更多的好新闻 随时追踪事态的发展 我们也希望呢 大家继续留言 继续按赞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一定要订阅 我说有些朋友还在考虑 要不要订阅 希望支持一下 那节目改了时段之后呢 很多朋友都留言 觉得对于 因为在全世界的朋友啊 每个人时差的关系 有很多朋友都反映说还不错啊 对让他们收视上比较方便 尤其在美东跟美西的朋友啊 也希望各位呢 继续支持 我们继续努力 祝各位周末愉快 我们下周一啊 准时空中再见咯 拜拜